巴赫的平均率曲级是 钢琴音乐的旧约 它经典 复杂 深圣 巴赫的钢琴曲是 由纵石级宗教像 古典厨艺的过渡 将神性和人性 融合出非常复杂 有层次的感觉 你也喜欢巴赫啊 我最喜欢的是 古典厨艺的版本 你还知道他们两个 你知道吗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同样喜欢巴赫钢琴曲的之一 老大来了 老大 你有什么方法才能上去啊 照片我再看一遍 好 给他去电话了吗 打了三个 挂了三个 放心吧 看着你电话 说明他心里就说了 等着吧 不过有个事我问你啊 你今天好端端的 怎么会跑去音乐沙楼呢 你什么时候多了这个爱好啊 简言来见这个冯君 应该是做了深入的了解 比如说 这个冯君 是古典音乐的深度爱好者 喜欢的中世纪风格 最喜欢的音乐家是巴赫 冯君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文青 应付文青 简言应该清澈熟 妈 妈 妈 这会儿知道通知我了 很多人都听过巴赫 但他们觉得巴赫的音乐会 比较单调 刻板 但这恰恰就是经典的精髓呀 典雅 均衡的尺度 然后又变化多段 我非常喜欢 你想知道 今天晚上我为什么去听巴赫吗 一个 私人的原因 你要吃些什么给你的酒 谢谢 来 今晚我们尝尝这个 我特地准备的一瓶 邦多勒 邦多勒 因为它的产地在普罗旺斯的 邦多勒区 所以而得名 这个地区啊 特产一种木合怀特浓度 特别高的红酒 而且浓度口感非常浓重 所以呢也叫做黑葡萄酒 这就是冯君他们家酒庄的酒 我个人认为啊 只有邦多勒和巴赫才是绝配 您今天晚上天影音乐会 只是为了一瓶 心仪的红酒 傅庸风雅让你见笑了 但我觉得红酒和音乐 真的是相通的 你看这一杯 旧式节的红酒 注重风土 分级制度严格复杂 尤其是以法国 意大利 北部和德国的红酒 最具有古典的风范 就像古典乐一样 曲式复杂 结构业精 相比之下 新世界 像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红酒 更类似于现代的音乐 简单直接 不做作 不矫情 那怎么说 意大利亚冲南部 和斯巴尼的葡萄酒 跟像是 琢瓦 自带用蓝的气质 非常同意 我带猜猜为什么要用巴 来陪这瓶帮多了 好 巴哈的钢琴 听起来品语尽人 实则复杂 精妙 在不断地重复中 浑南天成 您保称多年的这瓶葡萄酒 他已经推出了年轻时的花香 果香 经过岁月的沉淀 皮革 香料 松炉的味道显现 这二者都是需要耐心 才能够评见的精品 所以他们是绝配 知音难觅啊 来 我敬你 我的车现在还在 映月厅明天早上 要去机场接我的主编 没关系了 下回再请你喝 可惜 那我以水代酒 好 想不到颜姐还挺风情万丈的 还挺会撩人的 我怎么觉得他们俩有点 相见恨法的意思呢 是 可颜姐懂得还挺懂 这叫专业 学着点吧 行了 他聊成这样 大家也放心吧 你们先撤吧 我在这儿等他 那一会儿你把他送回家 好了 先走啊 好了 其实我也是红酒爱好者 这我相信 你对红酒不仅知识渊博 而且品味非常不素 不瞒你说 我曾经夹工济 做过几区关于红酒投资的传题 串门去介绍那些没有很大名气 但是质量非常好的私人酒庄的产品 而且反响还不错 我还拿到了平面媒体大奖 智子小姐 我觉得我和你 真的太有缘分了 说实话啊 这瓶酒呢 就出自于我酒庄 而且这个标志啊 还是我设计的呢 我 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 我对它的品质啊 特别有信心 傅嫂 你真的很厉害 我后面还会继续做红酒的专题 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越林采访 荣幸之志 谢谢你 别客气 来 以水代酒 可以 今天晚上的通话怎么会信呢 我收你费钱呢 要不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可以自己回家 那行 那一楼春风了就 非常感谢您的款式 好 好 来 回去小心点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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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谁惹你呢 别那么丑 你怎么找到我的啊 电话也走你都听清楚了吗 你干吗 有话快说 不是我自己打车走了啊 今天快累死了 今天晚上的酒口感不错啊 你知道我是在工作 那你就应该清楚 做外调的时候 坚守三条准则 那就是安全安全再安全的 你一下子就违反了这三条准则 哎 你是在生气 我违反了准则 还是吃醋了 吃 吃什么醋 你要真出什么事 我是要有连带责任的 违反三条准则是吧 嗯 你自己不要老爷这么干吗 怎么到别人头上的时候 就上纲上线 就双重标准了 我们之前说得很清楚 这一次工作要分工明确 我负责外调 你负责出面 你这桌子摆得够大的 都 都摆到黄埔江边上去了 那不是你击我的吗 我 除了拿下田贵贵 还能有什么方案 现在田贵贵这条线走不通了 我们换一个思路 拿下冯军 这不是很好吗 感觉你这块被他拿下 吃完饭该去哪儿 回家坐坐了吧 我给他做过测写的啊 冯军是什么样的人 我有技术的判断 你小点声说话 小点声 说吧 你什么判断 冯军是个谦谦君子 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很会俘卧少女的真心 所以我认为 田贵贵很可能就是他的仰慕者 下车 打车回家 你现在是不是终于明白 你胡来的时候 我什么心情呢 所以你是在报复我 对吗 还真不是 本来我还没怎么想 看你这么生气 我突然就这么想了 谁生气了 你真不 我什么时候生气了 真是 但不管怎么说呢 今天晚上在冯军这边 我还是挺有收获的 那我回去吧 坐上说 坐下 老婆他们走了 走了 从现在开始 调整足球场项目的方案 只有你和我共同主动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田贵贵对冯军一往情深 算不上是共识吧 我跟冯军都没有正面接触过 好 先按照你的思路来 在冯军这样的一个男人身边 很难不对她产生爱慕之心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女人 唐思怡 唐思怡 你觉得唐思怡对冯军有感情 你跟她接触比较多 你觉得呢 我想想啊 前几天唐思怡 跟田卉卉在禁拍会上抢钻戒 这件事情她作为秘书 确实是有些不同寻常 她以前做的事情都是滴水不浓 就是说她因为冯军要移民要再分 所以吊转了枪口 联合林俊文对付的人 报复 这就是报复 付出了感情但是得不到回报 所以决定欲试俱分 想要毁掉田卉卉 甚至是冯军 照你这么说就位移冯军 这些女人也太可怕了吧 那唐思怡帮林俊文这事 之前你没告诉我啊 我已经非常认真严肃地 批评过林俊文以后 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还是那句话啊 我不信任林俊文 要不是为了项目 为了让你名正言顺地 帮助你兄弟 我才不会成为他上位的工具呢 我宁愿选择冯军 这男人跟女人的审美差距真大 来 你继续 说一说你对于唐思怡的分析 很显然 唐思怡非常迷恋冯军 愿意为冯军做任何事情 这份对爱情的忠诚 是不可能被金钱所收买的 当然也不可能会被胁迫 但是 冯军要娶田卉卉 而且要移民一走了之 完全不考虑唐思怡的心情 这一点唐思怡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也给了我另外一个启发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对付田卉卉 威逼和利诱都没有效果 那么就引发她的嫉妒和猜疑 她就会全面崩盘 报告 说 我呢从来不赌博你是知道的 可你现在是把所有的赌注 都放在了被调查人的情绪上 我认为你没有生存 如果你足够了解女人的情绪 尤其是爱情里的女人 你会同意我的方案 当然了 这对于你来说是勉强了一点 嫉妒猜疑 你不就是想利用唐思怡吗 我观察过唐思怡 就唐思怡的举动来看 她与田卉卉的角逐中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田卉卉根本不把她放在心上 不是 你是不是已经查到什么了 冯君有别的情人 很遗憾 虽然冯君很招女人喜欢 但是她的感情一点都不随便 可以说是个非常专一的男人 不是 你这些测写都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专业的 好 那就拜托你跳过冯君的测写内容 好吗 我听你夸她已经听够了 我查过她跟她前妻的故事 非常有意思 那也是一段破除万难的爱情 但是当冯君爱上田卉卉以后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婚 你要知道 大多数男人面对这种时刻 都会选择两全其美 但是冯君不 而田卉卉在迷恋冯君这点的同事 一定也会非常担心 如果冯君爱上了另外的女人 那么她田卉卉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另外的女人 不就在你面前吗 我不同意 你不要紧张 我不是因为紧张 我不同意 我不是要跟冯君假戏真做 说实话我也没有那个信心 我们只需要让田卉卉相信 冯君爱上我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不还是我去勾兑田卉卉 所以你对付一个我对付一个嘛 拉你把手举起来啊 你得像刺牌才行 对不起 老 微笑一点吧 微笑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把你的自拍放在前面 把颜姐和冯君的照片放在后面 然后这样去划一下去啊 山顿啊 我把这张照片放在后圈 钱会会能认为是冯君背着他跟我约会吗 你不是说女人的嫉妒心很强吗 肯定会啊 男人嫉妒心不强 这两天我挺有体会了 小考你把景源跟冯君批得再近点 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你还不记吗 这都快贴上了 眼神不对 眼神太冷淡了 不像是那种爱上对方的样子 挺有经验啊 小伙子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呢 好吗 主要是你没有经验 要不你在孕着一家 来一个那种恋爱中的眼神 我给你劈下去 来来来 拜拜 呼吸啊 好 完呢 好真啊 你还行不行 怎么样 行 这样吧 还行吗 反正哦 你还行吗 知道你今天开车来 我呀 特意给你准备了零度赶红 看来田小姐诚意十足啊 我愿意接受你私人求证的业务 上次你说三成 我说两成 如果你主动让步 就不怕我借此压架 事情比较急什么啊 我顾不上那些讨价还价的技巧啊 什么意思啊 为了跟你合作 我已经向公司提交了资责 可是如果这样 我会把价格压得更低哦 石子小姐 酒量可以啊 刚才你喝了这酒 感觉不错吧 我刚刚买了一个酒庄 但不是为我自己 是送我一个朋友 我和她呢 都非常喜欢这个酒庄 这酒庄可以说是我们的 情感见证 所以啊 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们的酒庄 做一个推广 因为我很欣赏你的谈吐 你的品味 在红酒方面 你也很有经验 就是不知道 你敢不敢兴趣 非常抱歉 是 我太唐突了吗 不 刚才这酒 我只喝了一小口 其他的 都倒进花盆了 为什么 你知道 我一个人在国外生活 每天要见不同的人 所以会比较小心 谨慎 跟陌生人 我不太喝酒 好 理解 但我觉得这事吧 你可以跟我直说 不好意思 说实话 我现在是有点不开心 但我这不开心的 不是因为你倒掉我的酒 而是因为你把酒 倒在了花盆里 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举动 可能会使这盆花 因此而死掉 这花儿焦气得很啊 比我这酒焦贵多了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 好 没事了 没事 没事 请坐请坐 我让服务员抢救一下 希望还能抢救得过来 好 服务员 我有一个同事提醒我 让我任情形势在座决定 千万不要冒险 我不知道它是出于什么目的 让我看了这个 这东西你怎么搞到的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把原始文件给删了 可是你手上还有备份 如果你想借此来勒索我 你尽管试试看 如果我想借此来勒索你 我就不会拿着唯一的拷贝来见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两个可能很难成为合作伙伴 也可能很难成为朋友 因为你喜欢冒险 我希望稳妥 但我觉得一个女人不应该遭受这些 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你说你把原文件删除了 全都删了 我以为这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 或者说我以为我已经彻底摆脱了 换了名字 还换了脸 还花大价钱清除了网上信息 你真的已经尽力了 不过这世上有很多好事之多 没办法 一个人的过去 最难摆脱的就是故人 就算我改头换面 但是总有些人是知根知底 而且只要我过得好 他就会提醒我过去所有的不幸 把我毁掉 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过去 如果没有以前的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过去是无法改变的 营造假象是要付出代价的 除非我远走高飞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好啊 你要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千万别回来 我是做好了不再回来的准备 好想我不够信誉 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可以彻底摆脱 纠差一点 我看你朋友圈 昨天晚上去游艇玩了 一个应酬 在浦江 应酬 应酬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有说错什么吗 不 跟你没关系 我记得 我上次跟你说过 只要在公开的场合 你永远不会知道隔墙优耳吗 不觉得有什么呀 好像特别喜欢蓝花啊 啊 是我未婚妻喜欢 他喜欢塑料的东西 未婚妻 她是一个珠宝设计师 平时我们聚少离多 她对巴赫古典乐什么的 不感兴趣 也不喜欢应酬派对 她最喜欢的就是兰花 红酒 您一定会常爱您的未婚妻 怎么了 我的 项链 项链 我见了 是不是掉地上了呀 我帮你找找 芝德小姐 这是不是你的项链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是卡丽拉纪念的新款吧 您知道 卡丽拉 我真没想到 竟然会有人跟我如此地投缘 我刚才说了 我的未婚妻是一个珠宝设计师 她很喜欢天然的宝石 再加上我母亲很喜欢卡丽拉 所以呢 我家里有很多这个牌子的首饰 如果不介意 我帮你带 真的是 麻烦你了 别客气 来 你认识那两个人 她就是个小三 在跟我抢哪儿 怎么说 给她戴项链的那位是 你个骗子 冒天冒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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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卡住你头发了 隐 隐形眼镜 隐 隐形眼镜 这 掉了 是不是在身上啊 冬脸 冬脸冬脸 满嘴的艺术文学都是黄花 蓝花 红酒 卡丽拉 连泡妞的手段都不变滑扬 我看不清 那你没有带备用的吗 在家里 那 这 那我送你回去拿 非常感谢 麻烦你了 不客气 稍等我一下啊 好 你慢点 来 我 好 对 好好好 来 小李 把车开上来吧 金子 不好意思 一幅油画 把他心里所有情妇的样子 都画出来 好了 今天到此为止吧 我送你回去 你要的三橙我给了 你要的三橙我给了 但是今天 你得跟我走 去哪儿啊